本期节目由不卡漫画赞助播出 想要观看更多正版漫画 请下载不卡漫画APP 大家好 我是地下11楼的孙琪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部 男的看了能聊美 女的看了防渣男的福利漫画 诱惑的技术 女人的内裤 不是轻易就能看到的 但是我 却经常能看到 变态 我叫张诚 一名平凡的学生 我有个神奇的特质 总会跟身边的女生产生色气的接触 比如我生个懒腰 坐趟地铁 但我真的不是变态啊 我也想好好聊美啊 这位美语间散发着 思思猥琐气息的同学 就是我的好基友黄秀 机智的他似乎察觉到 我在愁些什么 尽管他超热心的想帮帮我 但毕竟这是关于女人的问题啊 那家伙 估计完全帮不上什么忙吧 这时 我碰到了上次在地铁里 差点把我闷死过去的大兄妹子 那你 板准啊 危险哪 我一如既往的脚底打滑 一如既往的肉体 一如既往的 这次还是一个有讲究的体位 既然命运女神要这样捉弄我 就让我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好好享受这一刹那 身陷极乐般的享受吧 一刹那 真短 正当我坐着毫无意义的挣扎时 板砖朝着妹子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 海 海 海绵宝宝 完了 成了 我已经是一个变态了 正当我准备好迎接妹子的处决时 谢谢你啊 你是怕我受伤才那么做的吧 你还好吗 原来女神是存在的 她真的没有把我当作变态吗 让我压根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叫丽雅的大兄妹子竟然和我擦出了火花 一连串的约会公式炸干了我 的钱包 而是在这时 丽雅的败金属性也逐渐败露 给了我当头一棒 在我崩溃之间 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黄秀决定 把诱惑女人的技术传授给我 那一眼 摘下眼睛 扬起外套的黄秀 是那么的高大 这个男人仿佛让我看到了撩妹的希望 黄秀让我到机场 开始诱惑技术的第一课 第一课 可服恐惧 你害怕女人用异样的眼神看你 你怕被他们拒绝 其实 你就是没自信 黄秀在我面前 在秀了一波骚操作之后 就一脚把我踹向一位空姐妹妹 您是 我 我没有叫你 我的搭讪初体验 以对方满脸黑人问号画上了就好 然而黄秀又是一脚 让我再去打个招呼 时间仿佛凝固在了这一刻 脑海中刷刷刷地 闪过一次次噩梦般的经历 我成功向空姐妹妹说出了一句 您好 您 您好 从那以后 我面对女生的时候 似乎真的没那么害怕 而黄秀在我心里的地位 已经一跃成为了大老级别的了 是安娜呀 如果她能做我女朋友就好了 不知道 现在的我能不能跟她搭讪呢 变态 完了 我的人设已经彻底崩坏了 黄秀大佬快来救救我呀 第二课 尝试微笑 微笑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从现在起一周内都要一直保持微笑 多去感受一下微笑的感觉吧 我是安娜 有天在地铁里碰到了张成 那个天天调戏女生的死变态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满脸诡异的微笑 他到底在干嘛呀 之后 我和他正好在同一个出口出站 那家伙超倒霉的 被找口绊了一下 身体失去平衡 直接抱住了一个女生 这一次我发现 他并不是故意的 真的只是被绊倒 那 那之前 难道也不是故意的 等等 他怎么被人打还在笑啊 果然是个变态 尽管在地铁里又被误会成变态 但我还是坚信 黄秀大佬的教导 能让我掌握撩妹的奥义 之后 大佬拉我去好好锻炼身体 没练几下 以免就泡来一波身材骄傲的 舞蹈戏女生 哦 原来眼前这波女生 才是黄秀大佬安排给我的 真正的锻炼 第三课 敲门砖 这是指 跟边搭讪前说的第一句话 热身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是真正的实战 目标是那边正在喝水的女生 Go 微笑 自信 能不能 给我点水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酸奶 虽然一只暗中观察的黄秀 笑成了一个傻子 但她觉得我刚刚的表现 已经很有进步了 我是安娜 不知不觉 已经憋秘了四天 太痛苦了 当我倒好水准备吃药时 被张成那家伙椅子撞到 到了一个深的水 她竟然还想拿纸巾帮我操 她脑子里撞的是什么呀 于是 我就被安排在了后开罚站 黄秀大佬只顾着笑 完全没有搭解我的意思 这时 安娜 竟然 放了一个屁 一个屁 还要是巨像的响屁 完了完了 丢死人了 大家都在看着我的 我的形象啊 对不起 是我 放的屁 肚子有点不舒服 张成 放学后 我被安娜叫住了 你怎么回事 嗯 那个 真是的 算了 你以后 别在地铁做那种傻事了 不然又会摔倒的 这一刻我还没有意识到 命运女神 渐渐将我和安娜交织到一块 从来以后 安娜似乎变得没有那么抗拒我 难道 我真的被一个响屁给助攻了 尽管黄秀大佬一直在给我灌输各种骚套路 但是在安娜面前我 还是尾了 因此 黄秀大佬决定给我创造机会 一通闲说的操作之后 我和安娜成功独处 加油 张成 我用大佬交给我的第五课发起了进攻 完美地展开话题 我终于能和安娜好好聊上天了 安娜的笑容给予我更大的信心 张成 你是可以撩妹的 你是可以撩妹的 晚餐过后 我还想跟安娜再多待一会儿 这时 黄秀大佬给我上的第四课派上了用场 我先发指人 无论安娜的回答是什么 我都能照计划进行 你不走吗 好吧 太顺利了 我从来都不敢想象我能撩到安娜呀 黄秀 你他娘的真是一个撩妹天才呀 想知道张成到底能不能抱得美人归 想继续学习撩妹技术的通鞋 记得关注我们咯 当然 小巨头的通鞋也可以下载不卡漫画APP 请先看后面的剧情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